中国偷资料啦 中国偷这些 偷东偷西啦 然后用战狼外交 去大外宣 去洗脑大家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的这个做法 他们也在进行这个大内宣 而且大内宣的 最重要的宗旨就是 中国国家的力量 是万能的 你们必须心向中国 不能有二心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你知道 中国最近有一部片子 它叫做 独行月球 是一部这个科幻大片 是一部科技片 独行月球呢 内容就是说 中国就很厉害 因为地球快要被小行星给撞击 然后地球会毁灭 这个时候中国的太空人 就科学家 就组成了一个救援地球小组 然后这个救援地球小组呢 就如何努力努力 去拯救了整颗地球 所以全球的五十几亿人口 全部都因为中国很棒棒 好厉害 所以得以存活下来 那结果呢 这部这个科幻大片上片了之后呢 哇中国媒体就说 天啊 这实在是卖太好了 第一天就卖做多少多少亿啦 哇这个票房领先全球啦 然后票房比过去之前又刷新了 怎样展到的记录啦 那可是呢 同一个时间上片了 还包括了古天乐的明日战绩 结果好死不死撞片 因为明日战绩 也是一部古天乐的科幻片 他从制片啊 然后从头到尾 其实他是投入这个科幻片 很努力 然后结果呢 就说哎呀 古天乐啊 这个科幻片撞片 没有人要看你这个明日战绩 大家都要看中国好棒棒的 独行月球 拯救地球 然后所以古天乐的票房啊 好差好差好差哦 卖了几天之后 只有1.2亿 然后还传出来说 啊古天乐因为这个票房不好啊 还事累在镜头前 还说他颜值崩坏啊 什么脸部很塑胶 对对对 该不过也是中国政府 对然后就说什么 哇啊 真面目是人 结果大家都惊呆了等等的 后来结果事情发现 真相是如何 真相是中国偷了 古天乐的票房 怎么偷呢 就是说各个电影院 他就卖票 然后你今天观众来卖票 其实你要看的是 古天乐的这个明日战绩 但是他就帮你打票的时候 就打了独行月球 所以你的票房 就会累积在独行月球上 然后再用人工图改的方式说 你拿着这张票 我已经帮你改成这个 这个这个明日战绩了 所以你还是进去看明日战绩 只是这个票上面 这个原始打的叫做独行月球 用这种人工独改的 偷票房的方式 你这样子一偷不是就摆明了 对 那所以明日战绩 其实票房很好 你中国好棒棒的独行月球 其实票房没那么好 然后可是呢 你就要透过这样子的 做假的方式 然后来对人民洗脑说 你看中国真的好棒棒 都可以拯救地球 这无耻透顶了 对